一顿饺子吃了静圆上下欢欢喜喜,兴许是肚子饱饱的,兴许是下午已经补眠了昨夜的疲惫,陈兰在床上翻了一会儿,才迷迷糊糊地合上了眼睛,也不知过了多久,她突然觉得身边仿佛多了一个人。 兰兰,我回来了。 看到陈兰那瞪大眼睛惊讶的样子,杨静周不禁弯下腰来,轻轻在她的面颊之上,落下一吻。 哟,你可吃过了吗?厨房还有我和娘包的饺子呢? 哦,你和娘一起包的。 杨静周应没一条。 好,仙头急着见皇上,什么东西都没吃,原本皇上要赐膳的,可我想着是冬至,惦记着家里就辞了出来,这会儿肚子还真是空唠唠的,你别动,我自己来就成。 陈兰原本有些倦意,可此时见她回来,哪里还能在床上待得住呢? 终究还是急着鞋子下了床。 窗外的寒风似乎大了,木格窗子被吹得发出一阵阵清响,好在那高丽纸厚实牢固,一丝风也吹不进来,拥着被子的陈兰反倒觉得有些燥热,不自觉地将一只白玉式的胳膊伸了出来。 奸阳靖州眼神一闪,仿佛真的是在客席这半个月的假,她忍不住问道,我还不曾问你,早上你的密奏才到,因而皇上拿下那个公布的理证,怎么晚上你就回来了呢? 我送上密奏之后,次日一早就得到了皇上的密旨,大概是两头错过的缘故,那是招我回去的,所以我大清早就出发了,晚上回得成。 至于那个李正嘛,就算她是怀王的母舅,我也顾不得去多了。 再说,宣大总督刘不堂似乎对此心中有数,应当也有密哲送上。 况且,我觉得皇上派我去,是事先就有所猜测的。 陈兰文言一惊,可细想那一次入宫的时候,皇帝召见,越发觉得杨靖州所言不差。 又把家中这些日子的事情跟杨靖州仔仔细细地说了一遍。 杨靖州沉吟片刻,夏公公在宫中多年,这三不消息的事情。 应该做得得心应手。 所以,皇上虽没有表示,但不代表就不相信。 此次才会骤然得心,立刻拿下李正。 至于汝宁伯夺绝悔卷,照你说当时震慑其余的勋贵。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,从今往后,世袭的成绝,只怕朝廷会日渐收紧。 我也是这么想的,可是,勋贵世袭网题,必定是太祖年间传下来的规矩。 东昌侯最大,入宁伯一时大过,如果要在别家成绝,也是这般卡着,岂不是要叫人心惶惶吗? 皇上的心思太大,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呀,没有办法轻易猜头。 冬至的次日是个大晴天,天仿佛比平日亮得更晚一些,一贯准时的晨蓝比平日起得迟了一些。 而且,在跟着杨靖州一块去江市屋里问安的时候,表情也有点不自然。 但一路上,见到所有的人,乃至江市在内,所有的人都含笑不语。 笑别圣新婚的道理,如今还有谁会不明白呢? 你这是公干,自然是理当先公而后私,否则兴许就被人抓了把柄。 总之回来就好,干上冬至,还吃到了饺子也不亏你。 至于这两日又给了假,你就在家里好好陪陪你媳妇儿,哪儿都别去了。 是。 杨靖州看了一眼一直垂着头的晨蓝,心里想着他早上的要求,于是冲着庄妈妈使了个颜色。 直到他打招或叫几个丫头退下,他才低声说道, 娘,我想从今天开始,交蓝了骑马,还有那几招剑术,也一并交给他。 如今京中多事,若是万一也好用得上。 江氏早就听说儿子媳妇儿有这个打算,最初也没有反对。 然而如今在想想,他那个时候已经出了汝宁伯府,和娘家也断了来往。 因而最初的归训女责抛在脑后,是无所谓的,可是陈兰毕竟是侯门千金,又封了皇家县主,在如今这个节骨眼上,如果事情传扬出去,名声还是其次,怕是会被有些人编排是非。 阿兰啊,你真的想好了吗? 母亲放心,后院的迟道既然是可以练池舍,让我骑马自然是无碍的,只说是输权练池舍,不让人进去打扰便是。 既如此啊,也好,你们两个自己寸多便是,我就不管了。 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,陈兰一直觉得自己很善于学习,无论什么东西都很快上手。 上学时,他为了拿奖学金什么骨都能吃,在公司时,他总能在艰难的人际关系中找到突破口,错综复杂的决策执行也难不倒他。 在阳宁侯府,他硬生生地闯出了一条通路,而哪怕面对这个世界上最尊贵的皇帝和皇后,他也能镇定一对。 至于女工的上手,环境和情势的熟悉,以及昨天虫食厨艺,也不如眼下这一把剑,来得困难。 在练了整整半个时辰的功夫之后,他终于忍不住软倒在杨靖州的怀里,汗水已经浸透了重医。 杨靖州见陈兰低下头,脸色变换不定,到最后,那边背式的牙齿轻轻咬着嘴唇,他便轻声说道,不要心急,这恋物不同于其他,欲速则不达。 你毕竟是筋骨弱,多练几回就好了,以后我每天晚上回来,咱们一起练。 可是,小四才学武不到一年,就已经像目像样了。 他是男孩子,而且小的时候,在侯府经常跟着家将学骑马,再加上,可以光明正大的让小四陪练。 郡主又生怕他闲着似的,天天死活地操练,他进步自然快。 你啊,虽说是姐姐,可是也不能万事都比他强啊。 陈兰这才醒悟,自己犯了毛病,不自觉地露出了善善的笑容。 沐浴更衣之后,他云病微松地携椅在杠上膝头的大银枕上,突然开口,对着杨靖州问道, 你从宣府收回来的好玩意儿,究竟在哪儿呢? 杨靖州这才猛然记起这一场,随即二话不说就往外走。 看到他这般雷厉风行,陈兰想起这些天自己担心牵挂,终于有安心欢喜的同时,生出了隐隐的期盼。 他依旧是维持着慵懒的姿势,而几个小丫头则是面面相许。 云儿悄悄地指了指头上的小猪花,红螺则是摇了摇头,携腻了一眼多抱格上那模样喜人的泥娃娃。 可是,两久回来的杨靖州却是两手空空,嗯,老衣领这是? 素来快人快语的云儿忍不住问道,杨靖州看见陈兰也坐着身子,就顺手指了指外尖。 见此情景,陈兰犹豫片刻,起身下抗随他出去,而云儿历时好奇地捏手捏脚跟在了外头。 别去打扰了老爷夫人,难得的一个惊喜。 屋子里,陈兰看着杨靖州一层层打开面前梳妆台上那个三层的梳妆匣子,不禁大吃一惊。 深沉的色彩,圆润的光泽,叼着花开富贵样子的精细做工,但这些还都是其次。 第一层摆着一面海碗大小的夹丝法郎玻璃的镜子,第二层是一个戴帽疏,第三层则是整整齐齐一套四枚的发簪,质地非金非玉,却是乌木制成。 上头雕刻着各式各样的图案。 你,你,你这真是从宣府烧带来的吗? 尽管陈兰素兰并不在乎这些配饰,但丈夫送的东西却是异常符合他的心意。 东西很好,我很喜欢呢。 你喜欢就好。 杨靖州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 等到夫妻两个重新出了屋子的时候,几个丫头无不注意到,陈兰头上的发簪似乎和起初的不同,那是一枚样式古朴的木子。 这时,沁方上前开口,老爷,夫人,左个儿宫中刺过来的玉酒还在,中午用饭可要摆上来吗? 自然要摆,以后要他再有空在家用不饭,恐怕就难了。 陈兰只说了一句,杨靖州就补充道。 走到万元帐房去一趟,那边有我从宣府带来的葡萄酒,是宣大总督刘步堂献给皇上的。 八罐里头我得了两罐,皇上之前还笑说用玻璃瓶装最好,可谁家里头又有许多的玻璃瓶子呢? 话音刚落,外家传来装妈妈的声音,不疑惑人就进了屋。 老爷,夫人,是御用监夏公公拆了人,说是奉皇上的旨意,送了四个成九的玻璃瓶子。 这说曹操,曹操就把东西送来了。 陈兰暗自父匪皇帝拿杨靖州当枪使,如今只送一块正堂大便,再加上几个玻璃瓶子,已经算是做了五本的生意,可是屋子里的几个丫头终究是欢天席地。 然而,难得这么一天的悠闲时光,却在午休小气时,起了变故。 当迷迷糊糊的陈兰,听说,汝宁伯、杨家的那几位族中长辈,在自家门口被人追打,那睡意一下子就变得无影无踪。 前头的人呢,难道就那么袖手看着吗? 回禀夫人,老爷已经去了。 直到这个时候,陈兰方才发现,不知什么时候,原来睡在枕边的杨靖州已经不见了。 靖园门前,在三五个家将的护持下,四个年纪少说已在五十岁朝上的老者,狼狈地逃了出来。 大门口,杨靖州冷冷地看着那些手指棍棒的汉子,见他们依旧没有退去的迹象,便淡淡地说道,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?容得你们撒野吗? 为首的一个汉子抬头看着那书写着靖园二字的匾额,眼神有些闪烁,口气却是异常凶横。 我管这什么地方,老子只知道,这几条老狗该死。 话没说完,他就只觉得眼前人影一闪,紧接着右甲上就重重挨了一下。 秦虎是今天下午才到的,听说杨靖州正在歇午觉,就执意不肯让人通报,靖直在门房上等着。 然而,终究是门上早得过杨靖州的吩咐,又知道这位不是外人,因而早趁人不注意,悄悄抱了过去。 于是杨靖州闻讯出来见他,可没等他们两个说上几句话,外间就闹僵起来。 此时此刻,秦虎满不在乎地扫了一眼在地上的那些汉子。 你什么东西,竟然敢在大人面前撑老子。 还有,你们单凭冲撞棺材,口吐狂言,一个条子送到顺天府,你们就懂得蹲大牢吧。 见一群汉子面面相觑,虽然有人面露畏缩,但终究没有退下去,杨靖州不禁皱了皱眉。 就算是官,不能不讲理,那几个老东西,从前借着汝宁伯府的事,侵扎我们的田地,如今我们让他们吐出来,有什么不对的吗? 文听此言,杨靖州一下子像到从前似曾相识的一幕,不禁微微眯起了眼睛。 犀利的目光在这些人的身上一一扫过。 当他的目光掠过其中一张脸的时候,突然停顿了一下,紧跟着,他的瞳孔猛的一缩,一只手本能的去按剑柄,才发现这是在家里,他压根就没有配件。 而秦虎只看杨靖州这个习惯性的动作,立刻就挺身冲了过来,他虽是块头大,但在军中就素以敏捷著称。 不出一顿饭的功夫,这帮子刚刚还凶神恶煞追打人的家伙,就已经躺在了地上。 这才多久不见,这条大虫竟比从前更加爆裂了。 秦虎也不管那满地哀嚎的人,拍了拍双手来到杨靖州跟前。 大人,您什么身份,这些人我替您料理了,纵使有什么不对,到时候有我顶着,绝技不会牵扯到。 话没说完,他觉得肩膀被人拍了一下,那拍胸脯的下半截话就给堵了回去。 等他转头,就见杨靖州已经在那满地痛苦呻吟的人中弯下腰去,拽着领子揪起了一个瘦膏个儿。 大人,这狗东西可曾惹过您? 那瘦膏个儿的汉子连忙讨饶。 大人,哎呀,小的有眼不知大人,大人。 那个麻子脸呢? 瘦膏个儿的汉子背着眉头眉脑的一句问话问愣在那儿了,好半晌才想起了一心半脸。 嗯,什么麻子脸? 小,小的,这头一次见着大人。 头一次? 杨靖州手上一松,见那瘦膏个儿脚底不稳,一下子坐在地上。 那次在通州,跟那个麻子脸的家伙追讨债务的难道不是你吗? 要是你还记不起来,我倒是可以让人帮一帮你,看看你是否能想起那道的事。 一旁的秦虎虽然犹如障碍和尚,摸不着头脑,可也立时上前一步,把关节钻得咔咔之响。 哦,哦,不换小的事,你小,小的那一回只是吃醒老三的窜头,我,我,手术官,你闭嘴,要是你胆敢坏了这次的事,小心你的。 旁边一个彪形大汉努力爬起身,才喝骂了一句,就被飞起一腿,猛的踢趴下了。 杨靖州看着这满地的人,收脚立定。 是一秦虎拎着刚刚那个瘦膏个儿,随即就回了西角门口。 这个时候,早有家丁来报,老爷,已经报去了顺天府和北城兵瓦斯,竖小的多嘴。 左耳中置,守着咱们家的锦衣校位才撤走,他们就来闹事,这是不是也太巧了? 你说的没错,自然是故意的。 杨靖州应了一句。 有缘情去顺天府,若是下次再到这儿来撒野,便不是今天这么客气了。 眼见着杨靖州头也不回的反身进门,须余便有一排家丁家将从门内出来,一个个整整齐齐的衣裳,跨着腰刀,扎着绑腿,看上去既利落又彪悍。 那些好容易从地上爬起来的汉子,顿时面面相去,而那个脑袋肿得犹如猪头一般的中年人,和那个掉了两颗门牙的大汉,看着靖元那并不算太高的围墙,又见纠合起来的其他人,已经不少,已经脚底抹油了,他们的脸色不禁极其阴沉。 陈兰起身匆匆梳洗,换了衣裳,外头又爆来消息,也不知道是哪个婆子躲在膝脚门亲眼看见了,对她说的是晦声晦色。 陈兰笑而不语。 汝宁伯杨家本家仪系传承百多年,根深夜貌,知系众多,不少出了五福的旁枝,已经是败落潦倒。 今天狼狼被逃入靖元的这四位,算起来,和杨靖周都是一个曾祖,关系说远不远,说近也不近。 当杨靖周把他们带到一旁的三间小花厅时,其中一个年纪最大的终于忍不住干咳了一下。 啊,这也是咱们头一回来靖元,全哥就不带我们看看正堂吗? 一脚已经跨入门槛的杨靖周,文言微微一冷,正堂里头重新布置。 那唐号大便已经用了二十多年,昨日皇上提过,要重新遇刺唐号,明日就会搬刺下来。 刚刚路过的时候,五叔没见到那儿正有人在忙活着吗? 那五叔被这句话说得是哑口无言,旁边三位彼此对视一眼,面上全都写满了毫不掩饰的惊讶和羡慕。 上了查之后,四个人拐弯抹角的好一阵寒暄,发现杨靖周的回答一律是西字如今,很难套出什么话,几个人你看一眼,我看一眼,刚刚那位碰了臂的五叔终于又开口了。 全哥啊,咱们此次是代表合族老少一块来的,因为你二叔犯了大罪,自己丢了爵位,害得咱们家穿了百年的爵位一块给夺了,如此罪人不配再为族长啊。 呃,这族长之位立当由你担当,族里上上下下都已认同,呃,开宗祠的事儿,自是由我们和你婶婶去说。 前些时他不在的时候,太夫人来过,想请靖元设法回还,愿意保他席封爵位,此时杨靖周已经听陈兰说过,这个时候他不禁露出一丝讥笑。 当年汝宁波爵位空缺的时候,拿出族谱,正时出自敌之,有资格承袭爵位的叔叔伯伯们,似乎不少于五六个吧。 如今二叔既已获罪,大伙同为嫡系,总归有人能调大梁啊,我如今不过二十,年轻实浅,监视公事繁忙,这位族长之位只怕是担当不起。 说到这里,他瞥了一眼面前这四个人。 那五叔却仍是不死心,话不是这么说的,族长之位,您是皇上的心腹众臣,这爵位吗? 爵位如何,有皇上胜断,五叔提这个,不怕别人说愿望。 杨靖周一下子打断他的话头,倒是今日各位引来这么一群人自扰靖元,总得给我个交代,所谓侵占田地,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 精湟 虚定 保安 5 11